雲林先議員陳芳寅接發了名嘴朱凱翔姓騷 那麼朱凱翔他在臉書上發文說喝醉了 不記得對不起 但是陳芳寅就在臉書上貼出自己的照片說 自己進了急診室還在掉點滴呢 真的是難以入眠 而且心裡焦脆一個人在醫院打點滴 那麼不需要朱凱翔既空洞又敷衍的道歉 只希望姓騷慣犯不要再被包容 不要再有下一個人受害 雖然朱凱翔道歉了 但是卻難以平行風波 他管理的YouTube頻道原定是在今天早上9點要來直播 我們目前也宣布暫停播出了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